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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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陽明書管理站的主任 我叫呂呂昌 這一條魚路古道 又叫做金鮑里大路 是我民國八十二年的時候 把它挖掘出來 其實這條以前就是以前的陽明公路 那陽明山以前叫草山 草山有一句願語 在台語叫做 草山峰 竹子鵑里大路 金鮑里大路就是 金鮑里大路 它是一條連接 從台北的盆地的士林 到金山的一條 古時候先民所使用的一條捷徑 那因為陽明公路通車以後 民國四十幾年左右 就慢慢荒廢掉了 最初期的時候 是原住民的一個金鮑里舍 到士林的茅梢翁舍的一個 原住民的一個打獵 狩獵或是採摘物資的一條道路 清朝的時候 漢人來開墾 又變成一條疑墾的道路 所以這個地方有很多的聚落 就是漢人慢慢遷徙進來 那沿途有像竹子湖 平登里 一直往金山 這些聚落都是早期的 這個宜肯的道路 那漢人從這個孔道 進入到陽明山這一片土地上 他們當然是要來生產 最早期他們種大青 大青一個染料的植物 在1870年左右 他還是賺取台灣外匯第一名的產業 那後來1860年代以後 陽明山為什麼叫做草山 就是都是茶園 於是魚露古道沿途 全部都是茶園 那這個茶生產過後以後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因為茶荒匯以後 都長芒草了 所以叫草山 一直到日治末期 光臥初期的時候 因為台北士林地區 還有淡水河的遺跡 魚的需求增加以後 所以需要金山的漁獲來補充 所以金山補的魚 就經過魚露古道 挑到士林台北的魚市場來販賣 所以最後這一條路 就是叫做魚露古道 它的原油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金包里大路 在清朝末年日治初期的時候 有一段土匪路 土匪路是日本人稱呼 這個檢大師的抗日義士的 他的軍隊叫土匪 那後來日本人曾經請他 來整修這條路 我們看得到這一條 目前大概寬有六尺寬 中間鋪的一個很平順的石板路 這條路就是檢大師修祖的一條路 修祖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堅固耐用 那這條路修好了沒多久 日本人又叫他開找一條 叫做日人路 就是沿著等高線 然後可以拉著砲管走的一條路 那我們在金包里大路沿途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製式型的 那個就是所謂的日人路 那因為檢大師 他曾經在晴天岡這個地方 有一個營寨 營寨早期有一個城門 我們現在在草原看到城門 就是檢大師留下來的一個遺址 我們在這個古道上 可以聽到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後可以一面欣賞風景 一面可以了解一些歷史典故 然後這條路值得推薦給大家 來走的一條古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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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